這個單元我們要來介紹這個方向導數 以及這個梯度 梯度的定義 我們先來介紹這個方向導數 首先呢我們現在假設呢 在這個平面上有一個u向量 它的兩個分量呢分別是u1u2 u1u2 那表現在圖形上呢同學可以看一下底下這個圖形 這個u向量呢是這個平面上 這個這個向量 那它的分量是u1u2 好那麼 接下來呢在這個空間裡面有一個曲面 有一個曲面 那這個曲面呢 是z等於 在這裡 z等於這個f of xy 那假設這個曲面呢畫起來呢長得像這個樣子 好那麼接下來呢 這個l呢是一條線 它通過了某一個點 ab 那這個曲面上的某一個點 好這個 我們在平面上找到這個點ab 對應到空間裡面的話呢 這個點 好這個點呢就是 ab 然後f ab 就通過這個點 那現在通過這個點呢 有一個向量 好有一個向量 那這個向量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表現成是這個樣子 也就是說呢 以ab為起點 好以b為起點 然後它的這個 參數式 你可以把它寫成 s等於a加tu1 y等於b加tu2 y等於b加ctu 那也就是在這邊 就在這邊 好那這個是以u方向 以u為方向的一個向量 向量的表示式 那因此呢 這一條線 我們可以把它表現成像這個樣子 那接下來呢 如果你把這x跟y 好代入到這個曲線裡面 好代入到這個曲面 z等於f of xy 把x跟y呢 換掉 x換成a加tu1 y換成b加tu2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式子 視為是一個t的函數 視為是t的函數 那當t呢 從0呢 慢慢增大的時候 那麼 他就在曲面上 t是0的話在這一點 那t如果慢慢增大的話呢 他可能就往右邊 那t如果是負的話呢 他就往左邊 那會形成一條這個曲線 會形成一條這個曲線 好那麼因此呢 我們從這個 也就是呢 鏈鎖率 假設呢 你現在把這個f呢 對t為分的話 那麼我們可以呢 先把這個小f x為分 偏微 再 再乘上呢 dx over dt 再加上呢 f對y偏微 再乘上 dy over dt 那這些式子裡面呢 都要放t等於0 那t等於0放下去的話呢 其實x跟y呢 就變成ab了 所以同學看到這邊呢 他會有這個f 就是把這個f對x偏微以後 這邊你要把ab2點的代入 代入 所以呢我們就得到呢這個f' t 當t等於0的時候呢 這個我們就把它稱為是呢 這個f 這個曲面 他在ab那一點 u方向的方向導數 u方向方向導數 好那麼 我們可以把這個方向導數呢 表達成這個d 這邊不太清楚 這個d u 這個是 directional derivative 在ab那一個點 u方向的方向導數 u方向方向導數 那所以呢這個方向導數呢 也可以這樣子來計算 就是說呢 因為 剛才呢 列索率 x對t微分的時候 x對t微分 剛好剩下這個u1 也就是x方向的分量 那 y對 t微分以後呢 這個y對t微分以後 剩下u2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整個這個f' 這個方向導數 把它表達成什麼呢 把它表達成這個f對x的微分 乘以u1 再加上f對y的微分 乘以u2 乘以u2 那這個就是 這個 在ab這一點 這個曲線上面 在u方向它的 這個方向導數 方向導數 那其實呢也就是呢 在u方向 這一條切線的斜率 這一條切線的斜率